大航海时代下的贸易发展 随着地理大发现 世界开启了向外寻找贸易商机的风气 欧洲各国积极寻找合适的通商口岸 而台湾被积极拓展东方贸易的荷兰人给发现了 当时的东亚贸易 由于日本锁国 荷兰人是唯一能与日本贸易的欧洲国家 荷兰人占领台湾后 便利用台湾作为中间点做起转口贸易 我们占有印尼的巴达维亚 现在也占领了台湾 可以同时与中国、日本一起做生意了 荷兰人占领台湾后 将台湾打造成日本、中国、东南亚等地的贸易转运站 从台湾出口稻米、蔗糖与鹿皮等 并从中国引进瓷器、药材与丝织品 荷兰人在贸易中获得不少利益 后来西班牙人也发现了台湾 西班牙人避开了荷兰人 来到了台湾的北部 也决定以台湾为据点 与中国做生意 荷兰人听闻西班牙人也来到台湾的消息 当然不愿意与西班牙人分享他们的贸易据点 因此将对手驱逐出去 驱逐西班牙后 荷兰人独占了台湾的资源 还招来中国的汉人开垦台湾 台湾有许多的梅花鹿 可以让我做成鹿皮 销往日本 还可以让汉人帮我种植稻米 销往中国换取白银根丝绸 此起再往欧洲销售 转达千咯 后来中国的明朝被清朝取代 明朝的郑城公因海贱政策而来到台湾 因此赶走了在台湾的荷兰人 我刚来台湾 手头钱不多 我看这荷兰人贸易手段不错 我也来学习学习 于是正式政权的统治期间 除了与中国进行走私贸易外 也持续与日本欧洲往来 进口日常生活用品与军火用品等 台湾的贸易随着政权的需求不同 往来的商品也有所变化 如荷兰时期 欧洲人喜好中国的丝绸与瓷器 而正式王朝为了抵御中国 需求转为进口军用物资 与棉布等生活必需品 经历了荷兰 西班牙与正式政权时期 17世纪的台湾 就逐渐被纳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